尼克扬的比赛风格适合火箭队,但是火箭队目前替补习已经有格林这个比尼克扬更出色的同类型球员,而且火箭需要防守型的侧翼,所以火箭不需要尝试牵向尼克扬,尼克扬在跟随勇士队夺冠以后,并没有得到勇士的许愿合同。 很明显,尼克扬的年龄越来越大,运动能力比较弱,勇士队在进攻火力足够的情况下当然需要进步阵容年轻化,目前为止尼克扬依然是自由球员,尼克扬整个在际在勇士队场军只能获得17.4分钟的出场时间,但是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尼克扬依然可以出手场军4.1次,并且命中1.5个3分。 3分命中率达到了37.7%,这个效率来讲是非常不错的,场军7.3分,也基本完成了自己在场上的进攻任务,但是尼克扬的进攻远远无法弥补自己在场上的防守漏洞。 移动速度变慢对于勇士这种攻防讲究,快递球队来讲是致命的,西部决赛终究可以体现出来。 火箭和勇士队在某种意义身上属于同类型的球队,而且火箭队作为挑战者在经历了梦幻赛期之后,依然没能击败勇士队。 火箭队的选人将变得更为挑剔,而尼克扬这种球员,只能在常规赛作贡献。 但是火箭队替主席有戈登加格林两大得分手,火箭队侧意补充拉尼斯,即将签约的安东尼攻抢手弱。 所以火箭在追求,用安德森交易,得到防守型的球员,显然尼克扬不在火箭队的计划内。 所以,火箭队不缺可以投三分的球员,缺的是能防守三分还不错的球员。 尼克扬有一种职业生涯、消化幅度比较大的迹象。 虽然尼克扬在火箭和勇士这种级别的球队已经站不了一席之地,也只能在自由市场的中下等球队寻求一份地心合同。